好 来来来 来你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对啊 怎么样 你要等到那时候才被他肚吗 对 没有人 什么 没有人会成火 六祖呢 其实原则上有时候你们对 我跟你讲 假设这一辈子呢 就不能成就 对不对 假设这一辈子不能成就的东西 对 然后我一直这样安慰你 其实是我耽误你 你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 应该第一节课我就跟你讲说 你不要孝顺了啦 有没有 你这些人是不可能做佛祖的 所以我也不会出家 你也不用想了啦 我坦白跟你讲 意思就是这样我也不会出家啊 对 我在百分之百的再告诉各位一个概念 成火是什么概念 那都你自己欧白心的 为什么说成火是什么 对 成火也不是三头六臂 那成火呢 对 成火也不是想说 哦 你要你这样想说 一直想想我很久的 想我很久的 想我很久的 好 有一天才能够成火 不是这样子 我讲个最简单的概念 我们先不要讲成火这个概念 好不好 光是讲开悟这个概念就好了啦 对 开悟到底是什么 东东 那成火是什么 西西 都自己在想 有没有 释迦摩尼佛 在阿含经讲个很简单的概念 他说什么叫开悟呢 他说痛苦的止息 就是开悟 这样有简单吗 这种定义有简单吗 你苦要不要止息 你自己决定啊 你说书 三大阿申基 我扣 我扣得很没了 是啊 所以就忧生了 他就一定忧生了 但是你先注意看哦 接着你不要问说 师父 苦的止息之后是怎么样 问这个什么话 当一个人痛苦止息 后面不要讲了 当一个人已经没有痛苦了 他是什么境界 不要去想这个问题好不好 如果说你要去讲 佛话有几个名词 他叫做涅槃 甚至用一个境界来形容 叫做常热 我尽 那一样的道理 师父成果是什么意思 你也不要去猜 你了解意思吗 你也不要去猜 对 那刚才上节课 刚才上节课 跟我谈到那个概念 我说六组的物 假设跟释迦摩尼佛的物 假设不一样 我说我不要学佛了 然后你也不用学了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都没有希望 对 那各位 那我 我百分之百肯定的告诉各位 六组大师的物 跟释迦摩尼佛的物 是一模一样的 我做个PE给你听 大家注意听 做个PE 我上课呢 就是善于PE 我做个PE 比如说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你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那我是你的孩子 你是个成功企业家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要将你的经验传承给我 你是不是也要教我当个成功的企业家 对不对 好 当改天我也成功了 请问你 我的成功给你成功 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是成功 哪个境界比较高 怎么 其实你 你所认为我成功 跟你认知的成功 有没有 对不对 你是个成功企业家 当有一天你栽培我 我也一样了 你也认定我成功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你也认定我成功了 各位 成功的定义是一样 但是成功的过程也不一样 那是不一样的 那各位 那如果说 他这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教我 他教我做 我的成功 我已经成功了 他跟我讲说 你的成功 对不对 还不是成功 你的成功 只是暂时的成功 你还 你还需要拿好 二节半 你才会成功 因为我已经修了半 对不对 半节了 对不对 所以他跟我讲说 你还要修二节半 然后你的成功 才会跟我一样 诸位 他是我妈妈 他是 对不对 假设你是一种企业的 那个叫谁 铁梁子 那个叫谁 颜凯太的妈 我就是颜凯太 好不好 对 吴顺文 你是 对 你成功了 你栽培我这个孩子 颜凯太 我也成功了 对不对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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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两个成功 谁的境界比较高 其实不能这样说 好 我们常常是讲一句科技话说什么 有中文 有中文 到底还有没有中文 什么 师父 但是并不是代表说 一定是徒弟的成就 一定会高过什么 师父 不一定 那各位 那一样的道理 假设我妈 她也认定我是成功了 其实我也就不辜负你了 这样对不对 好 然后接着 我在栽培 我的儿子 当然有一天 我的儿子也什么 也成功了 请一下 你的孙子的成就 跟你跟我 一样还是不一样 成功啦 成功是一样 对不对 好 那各位 那三代啊 我现在排除了 她叫做阿嬷 我叫做嫣 我叫做孙子 所以我这里做爸爸 一定会把我 要把我侠说 对不对 不论我们再怎么讲 我们都要尊重谁 阿嬷 你了解了吗 各位 所以大家不论怎么修 不论怎么修 其实后代啊 其实后代 严格来讲 都叫做生文 就是释迦 摩尼佛以后 严格来讲 都叫做生文 各位 我这个生文的意思 不是 不是修那个 世圣地的生文 而是因为 听闻佛的什么 开释 而觉悟的 所以统称 都叫做生文 弟子 然后我们的成就 我们不敢说 我 我的成就 会跟他一样 我们一定要对什么 对 对前面的那一个人 特别的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如果说不对 晚上释迦摩 你带你来帮我忙 各位 我用这样的脾翼 你了解了吗 我们的成就在怎么样 但是我们要是 追索那个人 对不对 因为有那个人 那各位 所以 所以每个人过程都不一样 每个的姻缘都不一样 但是当你已经认定 我是成功了 这是什么意思 就好像说 我是一个禅师 开悟的禅师 他现在跟我学 我跟他讲说 我认定他开悟了 有没有 其实这个认定开悟之后 其实是我们两个什么 以心 印心 但是我不可能 我不可以说 我们两个开悟谁的境界比较高 我们不要这么讲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 一定不一样 所以诸位 我一直千说万说 就是希望你这一辈子 你这一辈子 你能够了悟 那你能够了悟 这样才有希望 不然 不然你永远没有希望 那你永远没有希望 一般的人就走另外一条路 往升级的世界 这样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对 因为他对这样的道理 他就是不能明白 刚才已经昏明 跟各位 跟各位这样讲了 凡夫 你不是凡夫 各位凡夫啊 你不是凡夫啊 但是你们不相信 对 我明明就是凡夫 对不对 这个明明下去 就像你说的 三大什么 我告诉你 也不要说三大了 三大的恩赐荒 三大的恩赐荒 为什么 你的观念没有改变之前 有没有 你是 你一定是不会成佛的 各位 有没有 所以 我今天上跟你讲 我是直接跟你讲说 释迦牟尼佛所悟到的真理 跟有一天你真的悟到的真理 是一样的 但是每一个人的过程不一样 然后每个跟众生的因缘也什么 也不一样 对 但是问题是 当你一悟到之后 各位 那我就恭喜你的 为什么恭喜你的 成不成佛放一边 自不自在 现在享受 我先 你现在自己享用就好 你了解吗 对 你好好的享用 所以男权的弟子 问他失误说 对 往生会去哪里 对不对 他说他会去当水牛 就是这个意思 各位当水牛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意思 这句话意思并不是说 他一定会投他去当水牛 而是说他有没有 现在任何的因缘的展现 对他来讲什么 他已经是无外 他是一个无外的人 他是一个大色大物 无外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他纵使是一头牛 有没有 他也是一个开悟的牛 各位注意我听 他也是个 蛤 蛤 开悟的牛 蛤 对不对 四尊你有没有当过路网 不晓得 等一步行 那各位那我跟你讲 刚才不是跟各位讲过一个概念吗 如果你认为说 生病是痛苦的 那你一定会痛苦 来套一句公式 生病 各位生病不是生病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状态 以后就没有病了 不是诸位 我现在不是要 我现在不听你讲理论 我现在只是要问你说 你能够体悟到生病 不是生病吗 我讲个更白话一点 你能够享受生病吗 你现在可以吗 可以啊 哦 大家的身体悟到生病 还 没有关系 我们想看 你不能请定假知道吗 知道吗 对呀 人家掉点滴 都去买乐透了 有没有 你掉点滴 不能够来上六鼠弹劲 各位 你们来上六鼠弹劲 你们要把握一个概念 对不对 各位你买十张热透 哪一张会重 你买十张热透 哪一张会重 哪一张 我换个角度问 你买十张热透 哪一张可以放弃 哪一张可以不要对 哪一张可以不要对 为什么都要对 因为有可能 在任何一张就会重 各位 那诸位 那我问各位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们上每一节课 哪一节课你会开悟 所以 所以要怎么样 所以每一节课都什么 都要来也不会开悟 对你讲对了 对对吧 这样要拌回去吗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到三大生七节了吗 你看到三大生七节吗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看到了 所以各位佛法 佛法不要只有 好像会解释 解释了一大堆都很有道理 但是现实的人生你都用不到 你不要不要学这种佛法 你当下就可以看到 到底是什么情形 所以各位 请将你的概念 对不对 拿掉 你现在你的概念 你的任何的概念 你的概念 不是概念 所以你不要停留在一个概念 就像刚才同学有问我说 师傅阿里陶 你第一节课讲了那么多 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还听不懂的举手 不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 的同学举手 你们都懂了 来说 他讲了一大堆 要告诉你什么 好白痛 我说整天没答案 我敢说 我敢不敢说 你录音 待会要回去听我 我随意说 老人痴呆症 你就不记得了 各位我告诉你啦 因为诸行乎常啦 所以你也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 老人痴呆症啦 所以把握当下 把握当下 你什么时候 不要说学佛啦 改天你怎么回去 可能都不知道啦 难预料嘛 对不对 所以你 你岂能不把握当下呢 每节课你都要来 但是问题 当你来的时候 你只想抄笔记 然后回家 慢慢思维 该还吃一口 各位很多老师 很喜欢学生 抄笔记 各位 其实以我的角度 你抄笔记 我应该肯定你 但是问题 你不会开悟 我只是要你领悟而已 我讲的话 都不是话 你听得懂吗 我讲的话都不是话 那你干嘛记那些话 听懂吗 要不要把笔记都还给我 所以 所以各位 这样你 你可以通达佛法吗 各位你要通达佛法 我教各位一个美学 你现在佛经里面所读的任何的文字资料 比如说啦 比如说你看到什么五百罗汉 有没有 那个就是资料五百 那你的脑袋不要想说 我读到五百罗汉 你就想说有五百个罗汉 各位你这样讨佛经 你都不会懂佛法 三大阿僧七节的数字 五百罗汉也是 佛放光也是 你这样读你都不懂佛法 你在读佛经 他所讲的 每个概念都是讲你的心 你会这样读 你才有机会通达佛法 不然你不会通达佛法 各位 五百罗汉 照见了五蕴 你不就罗汉吗 了解了五蕴 对不对 你不就是二罗汉吗 各位 三大阿僧七节 不就是贪真吃吗 各位 佛没间放光 不就是你的智慧吗 对不对 那个菩萨 从地面上浮出来 不是从自信展现吗 那个地就是自信 那个菩萨呢 对 从地面上又浮到空中 然后停留在空中 不就是对不对 空有不离吗 各位你们 不管你现在读的是哪一部经 你读地藏经也一样 你读弥陀经也一样 不管你读哪一本经 你只要能够消归自信 你只要能够回归你的心 你才有机会会通达佛法 那如果没有回归你的心 你就会产生了 你读的佛法 读越多了 然后你的矛盾就会什么 就会越多 但是你回归你的心 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你没有回归你的心啊 你会在名相里面打转 对 所以你会被名相转到最后那 对 分头转向 但是诸位 误不误是重点 不是读多少的问题 不是读多少的问题 误不误 好 没刚才了好 好 各位 那我刚才跟各位讲 那个美刚才了解了吗 如果真的不了解 就好好读六祖谈经 因为六祖谈经是直接讲的 它不像 它不像华华经 各位华华经其实不好读 很多人看起来好像是 好像是活教传奇故事 其实它是不好读 好 现在六祖接着说 互说祭耶 如今明华达 勤颂未修歇 恭颂但寻生 明心好菩萨 各位明心画起来 那个勤颂画起来 诸位 如果你不用功 那当然就不用说了 那如果你很用功 所谓很用功修行 各位 但是 就好像有的人就很用功 辞诵佛号 有的很用功 对 辞受咒语 有的很用功 辞诵什么 经典 都一样 也就是说你很用功 在做你的法门 这都一样 但是 但是各位 问题来了 你今天的用功 关键就在误不误 你其他的概念 各位 你不要去想说 他有什么功德 他有什么福报 你今天 你今天修行 不是为了这些 对不对 一点点的人天福报 或是一点点的小福报 就好像说 今天你要的是家财万贯 不是一直棒棒糖 你懂吗 你不要因为一直棒棒糖 有没有 然后你就以少为主 你就认为说 这样就好 所以你今天 你的用功的目的 就是你要误 当你没有误的时候 这会用功的时候 当然要专注在用功的法门 这是没有错 但是当你专注在用功的法门 当你已经用功很久了 譬如说你已经用功一年 两年 三年 还是没有消息 有时候你要请教善知识 为什么我这样没有用呢 各位 华达用功了十年 有没有 华达送了三千步 为什么今天来找六祖呢 就是有瓶颈嘛 对不对 他就 他想说 他都这么用功了 他为什么不能误呢 各位 为什么呢 你说他经不经济 经济 你看 勤颂未修鞋 从来没有懈怠 从来没有间断 慈系 慈系每天送一部 花花经 送了三千步 他为什么没有开悟呢 所以诸位 你在修 对 你没有修行 你不会误 正不正常 正常 各位你不用怀疑 你没有修行 你不会误 你不要感觉到 你不要感觉到气馁 为什么 因为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 你是一定不会误的 你干嘛 你干嘛好气馁的 我们今天气馁的是什么 各位就好像说 一个人 从乐透第一起 每次都买一百张 每次都买一百张 有没有 已经买了十年了 连一张乐透都没有中 气不气馁 气馁啊 你从来都没有买乐透 买一张 不是啦 那你一定不会中的啊 有什么好气馁的 对的 你没有买 你当然不会中啊 你没有修行 你没有体悟 你当然不会悟啊 你气馁什么 所以我告诉各位 你连气馁都没有资格 各位举个例子啦 比如说现在电视有很多什么 什么选秀节目 对不对 你连报名都没有去参加 参加比赛 有没有 你气馁什么 你说我今天去参加比赛 被淘汰 你才觉得很气馁 对不对 你连报名都没有报名 有什么好气馁的 各位如果你是那样的人啊 那就不用说了 就是等你 等你进来 我们再说 你没有进来之前 不用跟你说 各位没有进来之前是什么 好好做人 好好在门外 好好做人 那各位 那你现在出去看啊 空送但寻生 主委 你敢这样想 你敢这样念 你敢这样词 主委 那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各位 你知道吗 如果你跟我讲说 啊我希望透过这样 我能开悟啊 那主委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谁在诵经呢 谁在念佛呢 又是谁在持咒呢 你答都答不出来 各位 你答你都答不出来 这样对不对 你连回答这个问题 你都答不出来 你怎么会误 你觉得说 你对佛法 并没有正知正见 没有正知正见 所以六主告诉你说 民心好菩萨 有的版本是这样写 民心好菩提 有的版本是这样写 民心好菩提 不可以呢 这样盲目的 在诵经典 而是你要去明白 你诵的这一本经啊 真正的意思 各位 真正总的这一本经的意思 其实说的经典 不外乎 在告诉你 你的心而已 所以 对 民心就等于说什么 你真正的了解什么 这一部经 对 这个时候才是 才是一位真正的菩萨 各位 菩萨就是 能够自觉 也能够觉他 你懂了 你才能够教人 你不懂 你怎么教人 你能够自立 你才能够立人 你自己 各位学佛自己 都没有得到受益了 有没有 那那怎么鼓励别人来学佛呢 如今有缘故 无今未如说 各位 六祖跟华达讲说 你今天 跟 我有缘 这个有缘 有几个意思 第一 你跟华华金 什么 有缘 第二个 华达 你跟我六祖 什么 有缘 所以诸位 天以随大 不论无根 之草 佛门 虽广 不度 无缘 之人 你跟我没有缘 我怎么度 各位 我们讲话不投机 我怎么度你 所以各位 只要有缘呢 那诸位 那你们 你们跟 跟哪一部经典有缘 我在拍名 哎呀 善言恶言我都不要 各位 恶言 恶言是挂爱 善言是诚恼 随言 好好好 随言 你这一名片 达官师傅的花言人 所以我两天 没来上课 再麻烦你代课一下 当下承担 有听到吗 好好好 当下承担 对不对 不用啦 我六祖谈心 说了 过来你说什么经 你自己决定 三点担 三点担 就不不不 走人行 三点担 各位 现在最重要的 就后面这一句话 担心 佛无眼 莲花 从口 花 画起来 各位 这十个字 很难解释 相当难解释 这十个字 很难解释 相当难解释 假设你没有读 假设你没有读 花花经的人 有没有 你不知道什么 他到底在讲什么 这个诸位 我表面上跟各位讲说 你要好得读六祖谈经 难道你其他的经典 不会读到吗 你一定会读到 为什么 你要专研六祖谈经 各位 我告诉你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讲 华达这个公案 华达送花花经 不能开悟 你都没有看过 花花经 你看 你对这个公案 会不会深刻 你对这个公案 不会深刻 这样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至少要 看到方便品 也就是说 你要看细品跟方便品 你这两品 你一定要好看 你看过这两品之后 再回归来看这个公案 你才有感触 不然有时候 你没有感触 有时候你会 对这个文字上 太表面化的解释 你不能有感触 那各位 我们从这一句话来看 但信佛无言 哇 诸位 这是三 艺术 要不要解释一下 那个吴居士 对不对 来来来 奥福啊 好好好 来来来 呼他 胡基斯 来来来 好 好 对不对 好 讲得很好 来掌声一下 不是讲到金刚筋吗 有没有 来 各位看金刚筋 来 各位 翻开第一页金刚筋 第一页 各位看第一页 我慢慢念 你慢慢这样看 你看得懂 你不要怀疑 你看不懂 我告诉你 今天只要坐在这里的 都看得懂 我给你打包票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怀疑 你的根气 好不好 好 各位 我慢慢念给你听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色谓果 其数及孤独言 以大笔究重 千二百五十人聚 而时 世尊时时 着衣磁波 入色谓大臣起时 以其城中 次第起衣 还至本处 换时器 收衣波 喜足以 呼坐而坐 释迦摩尼佛 有变几变怪吗 这是你释迦摩尼佛 日常生活 你有没有看到 他的作息 他的作息正不正常 正常 这样有简单吗 他有没有讲 什么高僧的道理 他有没有讲 什么道理 讲到让你们 搞不清楚的 他什么道理 都没有讲 对不对 诸位 其实他 这一段 释迦摩尼佛 有没有开口 没有 他没有开口 先说活话 这一段 你看得很清楚了吧 这就是释迦摩尼佛 的生活作息 接着你 接着你注意看 接着你注意看 对不对 现在 现在只有一个人看得懂 现在只有一个人看得懂 那个人叫谁 接着注意看 使长老虚菩提 有没有 在大众中 其从坐起偏袒右肩 右膝左地 合掌恭敬 而伯佛言 西游 四尊 四尊 背起来 各位 有的人看到这一段说 哦 那佛弟子 很敢把释迦摩尼佛拍马屁的 有没有 要牵划尽情就说什么 西游 四尊 你怎么问怎么说 西游 对 达官法师 他就说是很恶心吗 来来来 哪里真实 我是西游 动物吗 不是 各位不是 其实 其实 这个没讲到这么说 所谓西游 这个不是西游底拍马屁 而是 对 西游底看到四尊的 他的展现 他把妙华都什么 他已经近在无言中什么 说出来的 所谓说出来 就是他 他已经展现给你看了 谁看得懂 西游底看得懂 所以他说西游 四尊 各位 你们看经典 如果你们这样看 你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到他的核心 他没讲 各位 那你看到的吗 这叫来行人 才能这样说 这一段四尊根本没有说法 你金刚经会看了吗 会看了吗 那各位 我在这段 我在这段解释给你听 你注意看 我从耳食四尊 这段我解释给你听 耳食四尊十时 主位 要吃饭了 拙衣持播 穿衣在去上班 注意听 穿衣在去上班 入社会大臣 对 其实 乙其称重 赤地区 其宜 他拖布 就是他上班的过程 还字本处 下班 换食器 对 对 夜晚 夜晚 他这不是夜晚 也就是说 对 他的饭吃完了 对 啊饭吃完的时候 对 他的宝 怎么叫别人收 没有 宝 自己收 自己怎么 自己洗 欸 那不洗咖啦 宝要是怎么 各位 宝先洗洗 对 啊接着洗咖 准备就寝啦 洗咖要准备就寝啦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没有啦 自己有同样吗 各位 不是啦 跟你每天去上班 乙不一样啦 乙不一样 乙不一样 啊你敢不 跟你老公说 死哦 老公 你敢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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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 这个 要想 碰到 第一名 你是分到什么 所以我才回来 你敢不说 死哦 你敢不看不上 各位 你说释迦摩尼佛在哪里 我每天都看到释迦摩尼上班下班 上班下班 上班下班 他真的是静在无缘中 我以经典的角度来印证给你看 你们要会上看经典 那 那你 那你现在注意看 真正的 真正的佛法就是还没开口 各位 真正的佛法就是还没开口 这叫做就近 叫做就近了意 这叫做就近 又叫做一成佛法 一成佛法 禅宗所谈的 只有一成 他其他的不跟你谈 整本六祖谈经 你不会看到 身文 圆解 菩萨 整本六祖谈经 你不会看到 对 有什么次第 整本六祖谈经 你都看不到 有没有 为什么你都看不到 因为真正要告诉你的 只有那一个东西 我们用 我们用这样的形容 只有那一个东西 华尔经所讲 无二义无三 唯有一佛成 那你现在注意看 所以法华经 各位 法华经的续品 很多人看了续品 各位续品看懂 法华经你就懂了 就好像金刚经 你读到这里 你懂了 有没有 我恭喜你 你真的懂了 你真的懂了 其实很多人都把 经典一刚开始 都觉得说 都觉得 都觉得 一类板身 你知道吗 好像说 一类板身 板料 才正式去讲正题 都不明白 有时候 是你看不懂 对 然后你才要慢慢下去看 没有办法说 你一开始就看懂 他要告诉你什么 各位我相信 以各位的程度 你回去看华华经 你们都会看得懂 但是你们看得懂 其实都是看不懂 你都看得懂 他的故事 我跟你保证 你一定都看得懂 他的故事 对 但是你会觉得 很纳闷 我看不啥 有没有 我怎么看 怎么看都觉得 没有什么 就像我当初 讲华华经 我一直下不了决心 上华华经 为什么 因为总觉得 华华经 有没有 有没有讲出 高深的道理 各位那是我不懂 所以我看了好几遍 然后也耽搁了好几年 到最后我才讲华华经 不然华华经 怎么看都说 要讲华华经 那就应该要讲什么 嫩严经 对 那要么就讲严贤经 对不对 那你没有高深的道理 那华华经 好像都是故事 那是因为我看不懂 所以我才迟迟 不一定讲华华经 那各位那一样的道理 你们回去 我奉献各位 把第一品叫做续品 第二品叫黄变品 看这两品就好 好好看 好好看 看你能够领悟多少 我先讲 我先讲 回去你们再好好的看 领悟会更深 各位 现在这三句话 都是华华经 前两品的话 我把它重要的部分 揭露下来 是法不可是 言此相己灭 简单这么讲 真理怎么说 真理 你对啊 叫我怎么说呢 主位 举个例子 你说我可不可以说出 这一盆蓝花的真理 平安英讲 我根本 我根本没办法说 但是他这个真理 他是 但是你说出来呢 根本没有办法说 各位 根本没有办法说 你看得懂 恭喜你 这个叫做第一异地 这个叫做罪就尽了异 这个叫做一佛成 这也是参中所讲的 但是主位 只要是我开口 为你解释说 花 为什么不是花 然后是名为花 我告诉你 只要透过我解释 金刚经后面就开始解释了 懂 你看金刚经 开始后面 是不是开始解释了 各位我告诉你 你已经开始解释了 是啊各位 几个例子 那为什么不可以说呢 我方便这样说 我方便这样说 因为我说他什么都不对 主位 我说他什么都不对 如果我说他 你有看到他引起信空吗 这个话也是 也是你转述的 那你说 引起信空 这四个字是真理吗 他是一个引导你迈向真理 他是一个引导你迈向真理 所以我们早上讲三宝 你还记得吗 什么叫佛宝 真理的花现者 什么叫华宝 真理的直引者 什么叫深宝 真理的弘扬者 这叫做三宝 看到了吗 法是一种直引 所以你不要抓的那个法不放 各位言辞相极灭 其实你 你今天要听到的不是我讲什么 而是你今天呢 要能够直接去直观 要能够直接去领悟到 就像魏晋南北朝 有一个很有名的在家居士 这位居士叫做傅大士 梁武帝 他去讲金刚针 他上台振一个 他就落去了 金刚针是这样说的 你不是要听金刚针 我就振一个 他振一个不够 我振三个 那傅大士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梁武帝总是 对不对 搞不清楚 那个志工禅师才跟梁武帝讲说 有没有 你不是要 你不是要请他讲 金刚针 对不对 无上的妙华吗 对不对 各位你们要听 无上的妙华 还是要听无下的妙华 各位我们现在讲到 要吹一个全方 就是无下的华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一起讲 一起讲 说整个话 最近在无言中 是一句好话 是一句好话 所以近在无言中 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好好体悟 你们听课的人都掉一个陷阱 一直期待别人讲给你听 对不对 各位 你这样不会悟 你一直期待别人讲给你听 诸位 你都没有办法直接了当 去活在当下 所以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 天上有白云 你叫我讲白云 我怎么讲 地上有流水 你叫我讲流水 我怎么讲 我只能够跟你讲说 把头抬起来 看天上的白云 把心静下来 静静 聆听 蚕蚕的水声 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什么是白云 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 什么是流水 因为根本没有白云 因为根本没有流水 但是因为延起的现象 所以甲民白云 甲民流水 那白云是什么 白云什么都不是 流水是什么 流水什么都不是 对不对 所以白云灰白云 市民白云 流水灰流水 市民流水 我是在给你们催眠 你怎么大家听 我让大家听到 好像都入定了 我会奉劝各位 金刚经的三段是 你不要这么急 把它读完 你只要读到第二句就好 凡夫非凡夫 先读到这里 把它弄懂 不要直接就市民凡夫 不要那么草率 凡夫非凡夫 你把它弄懂 你只要把凡夫非凡夫 弄懂 我就恭喜你 你就是俄罗汉 在天台的理论 这叫做空观 我恭喜你 空观懂了 才去了解 市民凡夫 这叫做假观 三句都懂了 就叫做中观 所以各位 先停留在第二句 如果我这样讲 你没有感觉呢 我用一个概念 来跟各位阐述 大家不要感觉 见山是山 就是凡夫 各位 这个你们是不是常听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这就是标准的凡夫 看到花 他就说 他就说什么 花 看到水 他就说什么 水 就是一个概念 就是活在一个概念当中 你今天 你今天有幸来接触了 佛法 尤其你来接触了 无上的妙法 如果你的讲话 你的思维 还是跟没有学佛的人一样 这样不是辜负你自己吗 悟不悟摆一边 各位你先看到你自己 你学佛前跟学佛后 一样还是不一样 你要表展现出不一样 给我看 我看起来还是一样 我看起来还是 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就说 很丰致 那个概念就是那个概念 就是不懂的变化 各位 那第二句话呢 当我通过学佛之后 当我生起了观照 观察之后 我得到一个答案 我以后看山 我以后看山 已经跟我之前看山的概念不一样 我今后呢 对不对 看水 我已经跟我以前看的水不一样 这叫做 这叫做什么 见山 不是山 见水什么 不是水 虽然还没到达最究竟 但是我告诉你 你已经跟一般的人看法什么 已经不一样 这样你看到的吗 我们不用说那些 我们就先说到这 我奉献你 我今天把这个概念 理论 应用 都跟你讲了 对不对 我都已经全部 我今天已经开演唱会了 我也说给你听 我也演给你看 如果你还不懂 对 你还不懂 是你辜负你 所以 这一句话 来各位翻过来 翻过来 来翻到经文 一样翻到一百二十一页 翻回来 但信 佛无言 就是这一句话 这样了解吗 接着 莲华 从口花 来我们现在讲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 庙华莲华经的 经义 世尊自然从口讲出来 各位这是什么意思 前面这一句话呢 叫做就近 后面这一句话叫做方便 你自己把它标 方便 为什么叫方便呢 各位你看 你看所有的大臣经典 有很多的大臣经典 他一刚开始 佛都会从眉间什么 放光 有没有 你有没有常看 看到这一幕 你会常常看这一幕 佛从眉间放光 各位注意看 佛虽然还没开口 但他从眉间放光 这个就 这个就落入方便了 放光不是究竟 放光 是方便 来 华华经 很清楚跟你讲 经佛放光明 注花什么 石像 意 张你知道吗 他放光的目的 是辅助 有没有 是希望你去悟到石像 但不是光 所以 所以 所以有的人 看经典 他 他会 误以为 放光是 石像 花华君 没有这样 跟你讲 他很清楚 告诉你 这不是 很多人 有一些 修行的人 或是灵修的人 他常常 这样 跟你讲 他说生命 是什么 他说生命 是一团光 有没有 听过这样的理论 有没有 那不是 懂吗 那不是 那个不是佛性 那个不是生命的本质 六祖大师就跟你讲说 灰青黄赤白了 有没有 那不是这样跟你讲得很清楚的 灰青黄赤白 对不对 你还在谈什么光 再来 所以佛在续品 他放光 但他不讲什么道理 那弥勒菩萨呢 对不对 看不懂 所以就问文殊师利菩萨 各位前面续品 开幕 续目就是 这样的表现 第二品就叫方便品 方便品当中 世尊从定中出定 他出定 他正式要宣说 所以那一品就叫做方便品 你看到了吗 所以只要透过他宣说的道理 就叫做方便 之外 现在你看到六祖檀经 是六祖祖祖祖大师宣说的 这些文字 都叫做方便 所以禅师常常会这样问你 你讲一句不是佛法 我听听看 讲不出所以然 你讲出来的佛法都是方便 你看到了吗 你讲出来都是佛法 你还不懂 你佛位太重 你法直 接着看第二句话 很重要的关键 佛以方 佛以方便利 那个是利 来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 是以什么 三层教 各位你要注意这个关键 为什么叫三层教呢 为声闻的人讲四圣地 为圆觉的人讲十二音源 为菩萨讲六婆罗蜜 这些都还不是究竟 你们现在是照理在学什么 你们现在是学四圣地 还是学十二音源 还是学六婆罗蜜 来回答 回答 来来蔡君士回答 究竟 这干嘛 这干嘛 对我证明给你看 你们要会 你们要会以经典来印证经典 你们 各位我马上见证明给你看 各位放开心经 第四十六页 第四十六页 倒数第三行 来注意看 倒数第三行注意看 吾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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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性有没有轮回 生命的本质 有没有轮回 是你自己觉得有啊 诸位 对 那四尊讲十二因缘 难道不对吗 你不可以说四尊讲错 四尊是在度呢 毕之佛 圆觉 是在度这样的人 所以他为他讲这样的方便话 来度化他 希望他从这个法入一佛成 接着你看最后一行 无苦及灭道 你看到了吗 四尊帝 生命的本质啊 灰阴 灰果 生命的本质 岂有苦跟乐呢 四尊帝 在哪里呢 那讲那佛讲四尊帝有错吗 没有 对 他在度生文的 这些人 他通过苦及灭道 即使以苦及灭道来度 即使就是度呢 下根器的人 以十二云眼来讲 就是中根器 以六佛罗蜜 就是上根器 其实就是这样分 所以各位 所以苦及灭道 是最好讲的 是最好懂的 一般人 如果苦及灭道 不能懂 那就蛮可惜的 苦及灭道 是一般人就应该要懂 这是佛对一般人 所讲的话 但是心经不是告诉你了吗 无 各位这个无的意思 不是否认 苦及灭道 这个无的意思是 生命的本质 没有这些事情 接着看 无智亦无德 这段讲的是六佛罗蜜 当我们从慈戒布施 一直到忍辱精进 禅定般若 般若就是智慧 其实这一段讲的 就是六佛罗蜜 不是否认 六佛罗蜜的菩萨道 诸位 生命的本质 没有一个助人 没有一个 对 助人跟帮人 金安金常讲说 三轮体空 岂有六佛罗蜜呢 菩萨 认为他在修六佛罗蜜 佛就说什么 这个人就一定不是菩萨 这样对不对 因为他不懂什么 他不懂实相 对 他怎么会懂 他怎么会懂呢 那各位 我现在以经典 印证经典给你看 三层教 是方便 你可以 体会了吗 各位 你会怀疑我讲的话吗 所以今天金刚经也上完了 心经什么 心经也上完了 所以后面不要再插 都都上了 各位 都上了 一点点 一级一切 你还一点点 百度百人 所以各位 所以这叫做 莲花从口花 这样了解了吗 如果你没有按照 花花经来解释 这两句 其实你的解释 就会很牵强 你就没有办法 对 各位 今天六祖大师 会讲这一首祭 是针对谁讲的 花达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是 以花花经的什么 为主 所以你看 六祖真的是一个 大彻大悟的人 他才有办法 什么 这么机会交易 有没有 我们要跟别人机会交易 一定要以他熟悉的 例子 熟悉的经典 为他 举例说明 各位 不要说 一个学金刚经的人 你跟他 你跟他讲圆绝经 一个讲 讲圆绝经的人 你跟他举华严经 这样不亲切 有能耐 就看他学什么 有没有 你就 你就 以他所学的 来讲给他听 好 那各位 今天中午 这样讲 怎么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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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可以提悟到呢 但信佛无言吗 各位 还是回归我 跟你讲的那一句话啦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马上就说什么 不是什么 先训练自己 把自己的思维模式 先突破到这个层次 不要 不要让任何一个概念 所绑 所困 各位 先推翻你过去的概念 你的脑袋 有没有 透过这样 但是 但是如果用推理的 没有用 你要是慢 就请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展现 好不好 你你就是用 你就是用这样的模式生活 那我就恭喜你啦 你真正慢 而且你也用得出来 而且我中午讲过一句话 所有的东西都是以他的作用 来说它是什么的 这一点你要切记 对不对 如果一颗钻石是没有用 你说它钻石 你不应该说它是钻石 你说石头也好 你说灰物也好 因为它根本没有用 因为你根本没有用它 所以你说它是钻石 又有什么意义呢 它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各位 一样的道理 你不要只会用在 别的境界 却不用在你自己 诸位 你不是凡夫 我就送你这一句话 我们上个月讲的公案 是华海 华海不是问极心极佛吗 各位有没有 所以就告诉你 你不是凡夫 你都不 你都不相信 告诉你说你是佛 你 你还是不肯承认 所以诸位 不要再耽误自己了 你也不要折磨自己 你也不要糟蹋自己 你不是凡夫 那你是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是 这就是我的结论 你回到自己的心 好好 我们来回向